家裡有很多人來喝酒嗎 就常常那個叔叔阿姨來喝完 就在地上爬來爬去 還搬我們家那個鐵籃杆 陶晉卓宇北流舉辦人生首場脫口秀 籌備半年卻意外強烘 一年一度的金曲盛世 讓他忽然不住在台上直草 有隨神跟著他 今天叫做瘋陶秀 其實我很想哭 演藝圈有哪一個人 會在自己辦秀的時候 牆奔進去講 就是我啦 我一直覺得我的命運冥冥之中 一直有一個隨神跟著我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相信以前看過演唱會的人 都知道對不對 就比如說什麼 我讀政大的時候 把大理堂給燒了 但那不是我燒的 只是那個火是從我腳邊燒起來 我也 我也很怕好不好 然後呢 很多雖事都發生在我身上 這次撞金曲 這樣這樣 你知道我剛剛幹嘛 坐輪椅出來嗎 我膝蓋韌帶受傷 但現在當然是 不會影響到走路 然後我看到我的醫生在下面 然後 剛剛有拍照嗎 快發 淘金瑩坐輪椅 病情嚴重 快點 我們今天的新聞一定要蓋過金曲獎 快發線動 快點快點發 你以為真的有人丟胸罩嗎 這是第二波新聞稿啊各位 好不好 趕快發 淘金現場 有瘋狂思奶 丟胸罩 劇目測 低卡 趕快發 真的 真的 然後我就 然後還要聞它 有沒有在拍不能笑而已 快點 有沒有發稿發稿 發稿 發現動 脫口秀的內容 不僅有時事話題 淘金也將自己家中趣事 帶上台面 其中他更對台下觀眾打圖 對面女兒痘痘的苦水 大一點了嗎 我想說給個卡片不為過吧 我每一年複製貼上 那個內容 8歲的時候 謝謝你8年來的照顧 9歲的時候 謝謝你9年來的照顧 15歲 我覺得應該有點不一樣了吧 謝謝你15歲 而且他是那種 好像那個叫什麼 交作業 母親節一定要過了12點 他等我來 11點50節 我有家喔 天啊 爸爸 欸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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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是 剛剛在說過 我歡迎兜兜 趕緊與兜兜的好感情 展露無遺 只是沒想到 當他恭喜兜兜成年時 卻意外讓兜兜 爆料爸媽與朋友間的秘密 我沒有辦法想像 我有一個18歲的小孩 請問你18歲最想做什麼事 18歲可以喝酒 妳要喝酒是妳最想做的事嗎 沒有很想 但是就家裡常常會有人來一起喝 家裡有很多人來喝酒嗎 就常常那個叔叔阿姨來喝完 就在地上爬來爬去 還翻我們家那個鐵欄杆 這也是 小房奇 裁判 報道 感谢观看